由于游戏 行星人 还有皮卡丘 小火龙等宝可梦角色 大家发挥创意扮装 相约在涉谷街头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 大家终于又可以享受万圣狂欢夜 日本人熬过漫长的防疫自诉期 当地完整接种率已经破七成 日本疫情突然间趋患 除了大规模打疫苗外 日本学者指出原因可能还有一个 那就是Delta病毒自我毁灭 另一方面 尽管澳洲日增确诊居高不下 还是因为疫苗覆盖率提升 在对外封锁长达570天后 决定重开边境 完整接种者如今能免隔离 11月1号早上 首批入境的1500位澳洲人 和上百位旅客递达雪梨 许多人见到亲友都激动落泪 正当各国开始解封 太平洋上的东家王国挑战才要开始 一位从纽西兰返国的公民成为首例确诊 而当地只有三分之一人口完整接种 总理警告如果病例增加 恐怕最快下周就会封城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